大家都在问 郑文燦被收家之后 下一个处理谁 今天我们就看一个人 苏巧慧 他才刚刚表达参选新北市的意愿 如今却传出了 郑文燦 苏贞昌 这两个人过去五年安插了多少人马 在金融机构 在政府的机关里面 会不会招来秋后算账呢 英系大阿哥之后 会换长公主瑟瑟发抖吗 而如果是的话 那2026的新北内战 会是怎么样的腥风鞋雨 好 今天跟大家报信的观众朋友 这题政治题有点复杂 我尽量讲让大家能听得懂 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赖清德总统 他这两天的发言引起了讨论 他说了这个宪法法庭的大法官视线 就像打棒球赛 有裁判对不对 有主审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主审讲什么 总教练不服的话 还可以把他赶出场 如果再乱判怎么办 观众会鼓噪 青鸟会出来 他说如果大法官裁判最后的结果 政党不服的话 青鸟会飞出来 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跟批评 观众朋友我先讲一件事情 赖清德总统这样子的讲话设定 俊安哥你有沒有秀出什么问题 他已经告诉你 大法官会做违宪的解读了 我觉得有这样的预告 而且青鸟准备要放飞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赖清德总统他不就开戒指会吗 对 希望各政党都应该要接受 宪法法庭最后事件结果吗 是 那事件结果有没有可能不违宪 有可能啊 有可能吧 有可能啊 他一定会宣布违宪 然后国民党一定会抗议 所以青鸟才要出来 如果后来宣布不违宪的话 可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不能预设立场 所以大家讲说 你身为总统不该讲这话 好这其一 其二 总统没有到新北市 但是林又昌去了新北市 大家就看到这个画面以后 这是昌会啊 林又昌跟苏巧惠 我在我们报新闻已经 至少三次讲过 2026 最有可能的民进党的市场参选是谁 苏巧惠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的父亲是 书贞昌 因为他现在是民进党 新北市的主委 因为民进党在新北市 有六个立委 里面有三个 是苏系 对不对 张鸿路跟这个吴炳锐 弄一约师兄啊 所以他现在目前机会最强 还有一个是民调啊 上次我们讲说 郑文燦的民调 郑文燦现在就 就已经这样了 所以就是他了嘛 那林又昌有没有被做民调 有啊 可是就10%上下 比他差很多嘛 但他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秘书长 他是主委 他们两个同在新北 大家开始越来越关注2026 观众朋友再讲一下 2026我只要有 嗅到一点端倪 我都会跟大家说 但是真的还早啦 因为2026年的11月底 才在选举 今天是2024 才7月 所以还有两年又四个月 但是国民党这边也没有闲着 洪孟凯 这全国第一高票的国民党立委 加上刘和然 新北市的副市场 侯友宇的最爱 他人的没了手呢 那还有李四川 不要忘记黄阔昌 所以新北的议题杀了 非常的火热中 好 现在不是只有林又昌 跟苏巧慧长公主 会了铜框而已 两个人还在这个现场 高来高去才是伟害 来帮我们解读的地方 林又昌我刚刚讲 先潜新北市的民调 是输给苏巧慧 但是他的身份 没有输给苏巧慧 我是毕书长 毕书长是代表主席 我今天是代表 赖清德总统 来到新北市 大家知道意思 我是赖清德总统的代表 所以身份突然就 重要起来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今天讲这个 并不是见缝插针 他们两下也没有 不同台或是吵 两个不是在叫头接耳吗 对 为什么 很简单 金刚哥 敏感的话题来了 在郑文燦上 礼拜被收押到现在为止 民进党没有人声援他 对 没有人敢声援他 对 第一个跳出来 看起来像是声援 但也没有太多 找到高红安是谁 苏巧慧 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郑文燦要被收押 高红安你看 他也一样啊 他不是也有跟他的 那个办公室的 那个助理在赖吗 对 他不是也有怎样吗 他为什么没有被收押 而郑文燦被收押 这样公平吗 所以他讲是在讲高红安 对 但是也回过头来讲 被残忍对待啊 但党内没有人敢这样说啊 只有苏巧慧这样说 那观众朋友 我现在跟大家说 因为你有听过 金刚哥你有听过 新苏联吗 对 新苏联是什么 我跟观众朋友解释 新苏联是在蔡总统 这八年的期间 新潮流跟苏细 苏细还有绿色友谊连线 那个连 叫何志伟那个 所以新苏联 新苏联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叫新绿活 就是新潮流 跟绿色友谊连线 以及民主活水 没有苏细了 所以苏联跳出去的以后 他就自成一派 他跟赖清德总统不是同挂的 所以现在才叫做 新绿活 大信赖 信赖团队的 已经不算苏文昌了 所以苏文昌系统的 苏小慧今天跳出来 讲郑文昌 也唯一敢讲的时候 大家反而秀触说 是不是他跟苏文昌 走的路不一样 跟这个 苏文昌苏联跟赖清德 走的路不一样 然后你就要知道 谢龙谢龙 又出来补一脚 他说 我告诉你 在苏文昌当行政院长期间的时候 跟郑文昌 过去五年多 因为当行政院长 很多金融政府机关的高官 都是塞他们的人马 那现在赖清德 如果要把他肃清的话 可能就会跟苏细利益上会有冲突 因为他已经动手 让郑文昌的币案被揭发 以前可能就盖住 那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 这个礼拜天 7月21号的民进党全代会 那民进党是这样 观众朋友 民进党一定要选出30个中职委 选完第一轮以后呢 中职委之后呢 就要选出10个中常委 所以每三个中职委 能够有一席中常委 这样观众朋友 懂我意思吧 那今天我刚讲 所谓的新律活 大信赖 赖清德他希望 至少10个中常委当中 我一定要有5席 至少要有6席 那观众朋友 我就直接算给你听 我刚刚讲的 这个叫做新细 在这里 新细这么一大挂 39个人要选出30个人 那绿色有余连线 这边也会有一席 因为三个人就有一席嘛 所以只要他们能选上的话 这里就会有一席 然后呢 英系的话 因为黄承博他不选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王世坚跟苏志芬 在这个英系的部分 那两个都要上哦 然后呢 这个新潮流这边 林俊先生要选 为什么陈庆飞非选不可 就是因为陈庆飞 想要选206的市长 那今天林俊先生 是不是中常委 看起来是 因为有配给他嘛 新潮流 王定宇是不是 但是政国会讲说 你已经当过了 所以呢 陈庆飞劝他不要 他要跟林戴华这两个人 所以今天 陈庆飞跳出去以后 他跟另外两位 这个李伟志跟何文涵 三个人 被开除了 不叫政国会了 他们只要能选上一条 会压缩到其他 那观众们你看 这条个民主活水 就是洪生汉跟佟子伟 那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先前 礼拜六的时候 赖清德总统要跑去基隆 跟佟子伟同台 其实就是为了 下个礼拜天的选举 因为佟子伟 就是他的子弟兵 他要叫他阿杰 对不对 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 你要看最后 观众朋友 我给大家看这个 复杂的名单 英系还可以维持两席吗 政国会还要两席吗 新系能不能维持 所谓的大信赖 信律活 赖清德系统人 到底能不能超过五席 甚至到六席以上 按旅游 真的能破冰吗 今天这一题 哇 我要好好带我们来把水 那么深 把问题看清楚 这中国旅游界组团 来台参加旅游展之后 紧接着再过几天 20号 还有另一团 150个中国代表团 要去金门 参加你看到的 惊吓永度的活动 惊吓水域 事情很多 他们的出现 能够对两岸 已经冰冻的旅游 带来破冰的商机吗 交通部长说 准备好了 可是被放枪好几次的业者 为什么不敢期待 好 君加哥要抱歉的观众朋友 两岸破冰 就看金夏 是 两岸交流就在金夏 是 今年夏天 今年夏天 就是今年夏天的 金夏永度 观众朋友 150人才要访金门 其中有20个是金门 这个大陆的官员 到金门来 那观众朋友 看这个是往年的画面 永度金夏 其实没几公里 所以其实基本上 游来游去 这就叫交流 那你看水都是活的 就不冰 就叫破冰 先前 你要知道 中国大陆基本上 6月没有陆克来 连这个之前 辅导团也都先停 两岸紧峰 但是你要知道 在陆委会 他改口讲说 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 不是两国以后 好像都有了 差一周而已 当梁文杰讲说 两岸就是两岸 那这个秋锤 也讲说 两岸就是两岸 不要讲两国的时候 也有这个 惊吓的 这个永度金门的 这个团 大陆要来150个人 里面20个官员 而且先前你要知道 有这个我们的旅游展 有没有 155位的官员 也参加台北国际的 夏聚旅展 看起来两岸的破口 就是旅游 那我们的交通部长 李某言也讲说 我都已经做好准备 因为他一直很希望 他现在就有讲 他有上我的广播节目讲 也不一定要到 他们的团游 只要连自由行都开放 会有其他动作 我们这边团游 就马上开放了 我们台湾的旅游展 不是很希望我们的交通部 可以开放团游到大陆吗 没错 那现在已经7月了 所以观众朋友 已经7月了 如果有办法 要赶快开 因为很多的相关的旅游业者 都在嗷嗷待步 对 我们在这边乐观的期待 能不能找到一个破拼的契机 旅游业者说 他们再也没有什么 乐观的期待的理由 为什么 实在期望很多 对 失望很多啊 刚刚谈的 其实是要政治 因为说实在的 如果说政令没有放开 或者说两岸还在冲突的时候 我们的陆委会对岸的国财办 那这个交通部也 没有办法施力 对不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 有要勇度 而且有官员 大陆官员来参加我们旅展 这叫政治上面开始 看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迹象 对 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看 政治看法 要看现实啊 现实是今天都已经 7月15号了 对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只能统计到前六个月 对 那今年讲至少 1000万的观众客来台 对不对 前半年1到6月过完 500万 500万差太多了 现在只有380万啊 前六个月只有380万 哇 严重没有达标 那这个我跟大家讲 因为我有访问李梦彦部长 他跟我讲 因为我也不是观光专家 他说没有 我通常是到了年底 10月10月12月的时候 会是大量 所以他认为说 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 虽然前半年不到500万 可是他想要靠后面 但是暑假绝对是一个 大量观光期 因为大家不用上班上课 对不对 上班要了 学生不用上课 没错 但问题是今年暑假 现在目前7月 陆科有没有开放 没有 所以还是那句话 用事实说话 前六个月 我们现在目前观光客 只有来380万 跟1000万的目标 真的看起来有差距 那为什么 俊彦哥为什么 除了第一个陆客 对 陆客叫政治嘛 对 花莲的大地震造成了很多 对 日本韩国不敢来啊 对啊 所以今年的通告是这样 因为4月发生了 花莲大地震之后 其实日本跟这个 香港啦 还有相关 尤其是南韩 日本韩国现在其实原本 在4月前来蛮多的 有很多日本人 他来台湾 他要去故宫 他要去士林业势 他要去墾丁 他还要去花莲 对 可是像花莲不敢去了以后 真的少了很多人 所以呢 380万 观众朋友先记住个数字 上半年 1到6月只有380万 那怎么办 那这个就是现实跟这个 政治 但问题是观众朋友 我要跟大家谈论 还不止这两个层面 我要谈论是真正台湾的观光品质 到底够不够好 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你不要问人家来不来 对 你先问自己够不够好 来观众朋友来 我们看这个 台湾现在目前 你来台湾玩的话 我刚刚讲的 你去花莲 花莲现在因为地震 少了很多人 去日月潭 去阿里山 去墾丁 去故宫 去101 然后呢 全台都是夜市 对不对 对啊 来 我讲这个 我不是要去灭 我们自己的威风 实际上是好问题啊 你在台北逛夜市 你会吃什么 炸鸡排 珍珠奶茶 是 你到高雄夜市 你会吃什么 炸鸡排 珍珠奶茶 你到花莲呢 炸鸡排 珍珠奶茶 没有 当然还有其他的 就是那个鉴别度 对不对 就是都一样啊 我们台湾夜市都一样 我现在就直接讲 因为我很喜欢旅游 就跟你讲 你今天去京都 你今天去北海道小村 都不一样 它都有地方限定 但我们台湾是 到处都有夜市 可是夜市都长得很像 对 进去一定都有这些 什么相关的这些 卤味啦 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炸鸡排 是 都太小缠 他们都同样的时候 没有他的这个特性的时候 就很难吸引国际观光客 他去了四零夜市以后 他到高雄去六零夜市一看 好像也差别不太大 吸引力就会降低 是 好 我们讲到了 你讲到吸引力降低 那你得营造自己的特色出来 不是没有营造 就是个特色一营造出来之后 怎么这么容易去的一次 第二次你 你不会想再去了 因为我们台湾都很喜欢 来一个什么 台湾的小瑞士 南投小瑞士 基隆威尼斯 等一下 我们都是台北都是新天母 这个新北新天母 到时候新天母 都要学一样的地方 我刚刚讲的 我再举个例子 是我自己去旅游 我发现的 俊阳哥你知道吗 到京都去 你连7-11的招牌 都是咖啡色的 因为它是古都 他就不要给你 有没有 红色绿色 不要 不能太饱和的颜色 然后你去京都 你就看不到那个天空树 那么高的建筑 你去小镇 你去这个合掌村 他也没有电车 合掌村来个电车 一次有没有 因为你地方官方要有特色 那我们今天知道 瑞士是有特色 文明是有特色 台湾特色是什么 我跟观众朋友讲 南投特色就是有 古坑的咖啡 他有柳丁 还有观众产业 我讲那个 云里我讲错了 南投的话 我们也有我们青鸡农场 所以每个地方 你一厢一特色 你不停都要弄的一样 到处都是这个轻轨 到处都是这个珍珠奶茶 跟鸡排 你应该创造出你的特色以后 大家想说来台湾很喜欢 那其实像阿里 参根之瑞坦 就是台湾的特色 那你每一个像这个 都要找出他的特色 像台中的海 或者是陆野的这个 热气球 这样才能够吸引 不要一天到晚 就学人家什么 南投瑞士 基隆威尼斯 那既然他都是瑞士来的 他还来看你 南投瑞士干什么 有特色 人流进来 带来前朝 你怎么敢说 重点就在这里了 你不能够杀鸡取软 这是我长期以来 我们台湾大家 因为你知道以前 大陆的那个 隐形奖性来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东森 晚上我在公岗 他去买那个樱桃 一杯两三百 我就觉得怎么贵了 观众朋友 高雄的瑞丰夜市 这两天也被人家讲说 我买这个 是水煮的玉米 为什么要这样讲 俊阳哥 因为常常有人讲 烤玉米用的酱很贵 烤的过程当中 那个火 要发电的 要干嘛的很贵 水煮就用水煮了 那你应该看 不是 他就说他的烹调成本不高 就用水煮而已 所以就是本身的 珍珠玉米跟这个玉米 那这样多少钱 成本 三支两百三 很贵耶 太贵了 一支超过七十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你现在如果这种价格的话 那谁还要来台湾的夜市 谁还要来台湾观光 所以杀季居然 你的东西水果啦 你的吃食啦 你的玉米都这么贵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回头我们要先讨 再来呢 就是交通 那这一点的话呢 是网上大家讨论说 他跑去这个瑞芳 要去九份 他坐了这个车 从我站坐过去以后 他叫了六人车 这个我要先讲一下 为什么他抱怨 因为他那边有规定 新北市有规定就是 单一价就是一趟两百二 是 可是他收了三百二 多收了一百 你为什么给我多收了 因为他车上坐六个人 他是六人坐的车 所以呢 他就多一个人多收五十 加起来两个人就一百 所以很 觉得不高兴嘛 就是说你坐地起价 那跟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因为呢 两百二是一趟车 最多就两百二 对 但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的介人车 就是坐四个人 对 所以照理讲 你六个人你要坐两台 叫两台是四百四 他这个是变三百二 你知道吗 所以是觉得说 你多坐两个人以后 我油耗 这个是有这个消费纠纷 对 不过如果照讲的话 都不载到第五个人 因为一辆车就规定 只能够前面坐一个人 后面第二排坐三个人 那就是四个人的话 其实应该坐两辆车 所以这个叫做消费的纠纷 再来呢 因为现在目前 这两年的官员车 没有回来 所以其实 约翰哥 点准也没好准 到处都是空租那边 对不对 这不是我在讲吗 全台各地 连巨弹旁边 现在大家等着周杰伦开演战会 否则整个宗教中路 也很多都挂租 那你要看到 现在有一个重点 就发现说 挂租 它里面怎么写什么 首月免租 即刻入住 越来越多首月免租 首月免租 已经推出这样了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它要吸引人家来租 所以第一个 你要打长约 至少一年 第二个 它把装修的时间算给你 反正你去买 不可能把我做 你就衰大 你做一个个月是不是 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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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月就算 免费给你了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吸引 大家能够回来 来租房子 来租店面 才能够让这个整个的经济 活络起来 但当然 观众朋友 我们知道台北 东区也好 新闻店也好 大家讲轴线翻转 还有南港 可是最近其实在台北的 中山捷运站那边 我都有去 好多年轻人 因为小店特别多 现在因为呢 它的路其实很窄 可是开了那么多店以后呢 现在被发现说 他们这些店 违反了相关的都市计划跟规定 你门口的路不到八公尺以上 你根本不能开这些店 可是那些都是小路 可是开成这么多的店 很有日本风 年轻人特别多 可是有可能 到时候呢 如果市政府不给他们 继续开的话呢 那是不是旧的房子 马上就要去都更了 旧人讲说 为什么有六七十家 在同时被检举 是否要都更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特别市政府要好好处理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 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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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